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年龄还单身 因为我觉得我特别看内在 就是这个人得接触 所以说我跟很多女孩相亲 说实话相亲不很多 但是基本就是打电话 但是弟弟啊 我真就就是还是稍稍控制一下自己 因为有一句话你要记清楚 言多必失 你之前相过几回亲 哎呀 这我都不好意思说 就全算上微信加的 那肯定 哎呀 怎么说 加不下了是吗 但是见得很少 见得很少 你这岁数现在能透露一下吗 我今年37 一 我觉得她眼光会非常高 不是一般的姑娘她能看上的 而且就说明她一定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周围才会有那么多的人呢 哎 给她看看 哎 这个姑娘行不行啊 那个怎么样啊 是吧 而且包括自己肯定也上过一些网啊 就是一上网征婚 那资料都给她发过来 所以可以理解 好好好 明白明白明白 我觉得刘欣代表了 相亲中间一类非常典型的困难 她具有很强烈的动机 所以一直在努力 一直在寻找 但是还没有找到 如何识别出 真正适合你的那个人 还有一个困难 就是你在和对方的沟通中间 也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招人喜欢 但是幸好你在我们今天的节目 还有机会再继续交流 我觉得陈老师说得特别好 这就是向幸福出发最大的一个魅力 因为我们节目的规则 不会因为男女嘉宾 谁说错了一句话 就让对方没有机会了 感谢观看